警方打击罪犯组织不手软 花莲县刑警大队 破获了天道蒙同心会成员 涉嫌以炸电方式来恐吓商家 抢手保护费案 具体减述了以邓性嫌犯为首的 帮派组织成员共5人到案 花莲县警察局为了贯彻执行 警政署扫黑三打强力扫荡黑帮政策 日前破获了天道蒙同心会成员 涉嫌以炸电手法 恐吓店家抢手保护费的案件 调查发现邓性犯贤 组织天道蒙同心会帮派势力 并经常教唆指挥手下成员 针对本侠、素家、卡拉OK、酒店等特种行业 抢手保护费 落域不从聚角的业者 除了教唆成员前往闸店闹室外 并且借故前往该店白吃白喝 并以保护费折底、酒店消费 本案经报请花莲地检署 刘孟欣检察官指挥侦办 在本月六日持居票搜索票 具体检数、邓性犯嫌等五人到案 并且在帮派堂口等处所执行搜索 查扣供犯罪所用的刀屑、无视刀、求棒等证物 全案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枪炮弹药刀屑管制条例恐吓等罪嫌 以请花莲地检署申办 邓性等市民犯嫌 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积押获准 花莲县警察局也呼吁民众 如果曾经遭受邓性主嫌 或者是其他的成员恐吓迫害 或者是另有遭受其他犯罪组织的不法侵害 请勇于出面向警察机关报案检举 警民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 营造出免于恐惧的安全生活环境 解释力情 花莲市报道